好 立刻來關心一下 現在目前尾巴衝突 現在布林肯的講法是說 他們不支持以色列 就是在戰後之後 他們有一個三不原則 就是不得重新占領加薩 應該是由巴勒斯坦的政府來治理 然後也不得封鎖或是圍困加薩 也不得縮小加薩的領土面積 但是他後面講說 這可能都還是需要一些過渡時期 的確現在以色列不斷在加強 對於加薩南部走廊的轟炸 因為他們說現在 目前其實已經是掌握了 加薩北部這個地方 已經不是哈馬斯來掌握 現在已經是以色列全權來掌控了 所以他們今天就已經把 空襲的主要目標 通通都轉向了加薩南部 你看看 他們在打地道戰的時候 以色列是派出他們的軍權 在隧道當中狂奔 所以直接這樣衝上去 咬了哈馬斯的一些武裝人員 然後畫面當中還可以看到 那些武裝人員在那邊 驚叫連連的那種畫面 所以的確他們是放狗咬人 在用軍權在隧道當中 做一個地道戰 還有現在以色列的國防部的發言人講說 部隊深入進駐到加薩城 5萬加薩人現在開始陸續在南下當中 因為他們整體已經把加薩城圍起來 很多人原本是不願意離開 但是現在因為以色列全面的掌控 進行地道戰的這些措施 所以必須又有第二波的人 逐漸在撤離他們的家園 那以軍的這個戰機 現在也在擴大這個中東地區 其他地方的一些戰事 包含了像是黎巴嫩南部 有一些真主黨的據點 以軍就已經有一些空襲 所以現在以色列他是發射了一些火箭跟導彈 然後做一些反擊的措施 現在目前沙國跟以色列的關係 本來因為是要走關係正常化 但是因為著這個以巴戰爭之後 所以一切都放緩了 那看起來現在有這個消息 這個沙國這邊的投資部長講說 現在正常化的談判仍然還在左上 就是說沒有吹掉 雖然當時是喊說暫停 但是現在目前還可以有繼續談下去的空間 他說這就取決於這個和平解決巴勒斯坦問題 那再來我們看看沙國也講說 本週會在利亞德來舉行一個緊急阿拉伯的峰會 幾天之後還會舉行一個伊斯蘭教的峰會 沙國決定要帶頭舉行這三場峰會和其他的會議 目的就是為了要推動和平解決以巴衝突 所以很難得的看到 這個伊朗的總統萊西 跟沙國這樣的一個恢復外交以來 這個伊朗總統首次前往了沙國 到了利亞德來出席伊斯蘭合作組織的峰會 也就是兩國人恢復邦交之後 首次上次我們是聽到說 他們兩方通了電話 現在是要正式的見面了 是不是也代表說阿拉伯國家要更加的團結來對抗以色列這一次對於巴勒斯坦的反擊呢 那美軍現在感覺深陷其中 這個夜門的叛軍也出手 擊落美軍這個MQ-9死神無人機 這一台造價是要9.6億美元 所以這個是夜門附近的國際空域被擊落 那現在幾乎已經確認是這個青年運動組織所幹的 那另外這個美軍也空襲敘利亞境內的伊朗武器庫 他們說已經被攻擊了大概40次 所以必須得要有一些還擊的措施 因此有兩架F-15的這個尖擊轟炸機 發動了一些精確的打擊 做了一些相關的這個伊朗武器庫的一些反擊措施 那現在也有人在質疑啊 美國是不是利用這個挺 等於說是這種尾巴來塗自己的利益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美國的眾議員 他遭到了這個眾議院譴責 因為他是挺巴勒斯坦的立場 但是共和黨為多數的這個聯邦眾議院 11月7號的時候舉行投票 譴責這一位眾議員 說他在宣傳哈馬斯襲擊以色列的假消息 然後呢並且呼籲摧毀以色列國 所以他們譴責案 這是僅次於驅逐的一個懲罰 就講說你不可以站在巴勒斯坦這一邊 那另外還有這個美國的議員 霍利他講說要求拜登政府要禁止TikTok 他原因是說現在翻譯的內容無所不在 在TikTok裡面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美國他自己本身境內 除了有聲援巴勒斯坦的人之外 現在站在以色列這一邊 反巴勒斯坦的人的動作 感覺也是越來越加激進了 我們來問一下楊老師的看法 對 我們在過去四個禮拜的 每個禮拜的週末 你都看到從美國到歐洲 然後到亞洲的一些穆斯林國家的 大量的示威抗議 可是我必須要講 這些示威抗議在美國 在歐洲 一方面他們主要是來自於 從中東北非的移民 跟他們的第二代 以及他們的朋友 尤其是年輕人朋友們之間 還有在政治上比較是屬於 左翼或左派的人士 那當然看不下 各位 現在在昨天的這個數字 也就是光是從十月七號 到現在的轟炸 加上這些突襲 已經造成一萬零五百六十九人 平民的死亡 而這裡面有四千三百二十四個兒童 四千三百二十四個兒童 任何人你如果你看 從一個人道的角度 從你自己人性關懷的角度 你受不了這個東西 但是在美國你看到 雖然有這麼多示威抗議 可是它代表的這個層面 多半還是屬於比較是 中下階層或移民階層 或者是年輕以及左翼的 但是在美國的高層的政治層面 像是唯一的這一位 美國的眾議員 他是巴勒斯坦裔的眾議員 就是特萊布 女性的 他自己當然在國會裡面在講 他講什麼 他說巴勒斯坦裔人 不是任人宰割的 和其他人一樣 我們也是人 這個在美國當然就是一個 政治上的運動了 我們只是想以人類應有的方式 自由而尊嚴的活著 結果他這樣子講 而且他被說 我不是在批評以色列人 我不是反猶太 我是在批評以色列政府的作為 結果呢 想得很清楚 國會在昨天 這就是昨天的事情 以多少 234票對188票譴責他 譴責他這個發言 譴責就幾乎僅次於把你出局 這個驅趕出境而已 這樣子的一個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在美國的政治層面 華盛頓的這種東岸政治精英 從經濟到政治到媒體 對於這個事情的觀點 事實上沒有看到 我剛剛講那個 一萬零五百多人平民的死亡 裡面四千多個兒童的死亡 他看到的是另外一個 以色列這邊 遭受到哈馬斯的攻擊之後 造成一千四百個人死亡 這一樣是一件 讓人悲傷的事情 但是這已經不成比例 變成一種報復的這種屠殺 因此這個時候 各位 再一個數字 你知道每天現在進入到 加薩地區的貨櫃 大概平均只有不到50輛貨櫃 可是在10月7號之前 是每天有500輛貨櫃 因為他都被以色列包圍 所以他沒有太多的農作 他必須要依靠的 就是來自於埃及 以及部分以色列的貨櫃 給予他超過一半以上 是難民的人的 每天的生活所需 結果現在只剩十分之一 你知道有多少人 就是說在這裡面 是屬於受傷的 已經超過兩萬六千人 這兩萬六千人 馬上面臨到沒有醫療 沒有水 他們拿醋 醫生們 拿醋來做消毒 你知道嗎 然後已經很多的這些 外國或者聯合國的 一些醫療人員都被迫離開 因為自己生命要保護 所以這裡面兩萬六千人受傷的 剩下這將近兩百萬的 這些巴勒斯坦人在南加薩 現在已經變成攻擊的目標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 在疾病方面 在就是生活的人道 這個情況方面 會越來越嚴重 而全世界居然還針對 這樣子的一個美國 底特律來的一個巴勒斯坦裔的人 對自己的同胞講話 美國的國會還譴責他 你覺得這個世界怎麼回事了 好 我們來問一下裕方委員 我倒先說一下 這次加薩爾的戰爭 一般人認為 以色列軍隊會死傷很重 因為地下都是地道 我原來也這樣認為 但是我看到以色列用炸彈 炮彈在攻擊這些大樓 因為他們底下可能就有地道 我就知道 其實並沒有那麼樂觀 我為什麼講這個 因為我們一直講城鎮戰 我們現在美國 就是要台灣做好城鎮戰 這樣的一個準備 因為中共軍隊可能進入台北 進入高雄 進入台中 所以你要打城鎮戰 其實加薩就是我們觀察 一個很好一個點 這個城市其實加薩市沒有很大 可是高樓真的是不少 那這個就是一個 他們想進行的就是城鎮戰 巷戰 就是想打巷戰 可是其實沒有很成功 你知道兩天前的整個的紀錄 以色列的軍人死亡33個 受傷了260個 你覺得這個城鎮戰 這個巷戰有打起來嗎 看起來這個成果並不是很好 當然有很多網站 尤其是我看很多簡體製的網站 在寫什麼 以色列100輛坦克被摧毀 200輛被摧毀 我告訴你那是假消息 那個不是真的 所以這個就是說 我們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的作戰的構想 可能要我們自己來決定 而不是去讓美國人幫我們設計 或者是他們認為如何 因為你把大樓大部分都給摧毀以後 其實你這個城鎮戰是很難進行的 因為城鎮戰最重要的保護 就是大樓 因為這會影響到攻擊那一方的視野 但是你如果大樓被摧毀了以後 坦白講你就很難 因為你守方要躲到哪裡都變得很難 尤其他們可以打這麼多的地道 你如果台北市可以挖這麼多地道 你看每次蓋房子 你就看你要蓋一個大樓 要抽出多少水起來 台北市也可以是個大盆地 這夫妻也有海洋 所以台北市是水資源很豐富的 地下水很豐富的這樣一個城鎮 我們真的像加薩這樣打這麼多地道 像哈馬斯這些人 大概我們是做不到的 第二個我的觀察點就是說 我是對於夜門的叛軍 我是真的覺得非常驚訝 他們的武裝的力量竟然這麼強 前陣子他們打的那個飛彈 應該是旋翼飛彈 被美國軍艦給攔下來 因為他們目標是要打以色列 但美國軍艦部署在外面就把他攔下來了 外海 然後接著你看就前兩天 他們打了一枚彈道飛彈 就在外太空被以色列的Aero 這個艦式的這個導彈 把他攔下來了 然後現在你看 他把MQ這個9的死神 無人機都打下來了 就可以看得出 夜門的一個叛軍而已 在伊朗的扶植之下 都有這麼強大的這樣的一個武力 這說明了未來非洲也好 中東也好 未來其實不會太平靜 只是說美國也很有意思 這時候你要勸和 可是美國大概要嚇阻伊朗 積極的去援助哈馬斯 所以他去封炸了敘利亞的 伊朗的這種基地 尤其是彈藥基地 封炸它 要免得他們 就嚇阻他們不要參戰 不要再去援助哈馬斯 不過這樣一個做法 你就會助長了以色列的氣焉 他更敢去對這個哈馬斯 對這個加薩進行更加 坦白講違反人道的這樣的一個攻擊 這樣一個作戰的方式 好 來 請教將軍 這個夜門叛軍就胡塞組織 我們一直認為說這種 在中東地區這些叛軍 這些武裝組織 他們大概印象中都是手拿著 AK-47腳上穿著拖鞋 在那邊好像沒有什麼重型武器 但是這次來講的話 後來經過了解之後 發現這胡塞組織 他因為有伊朗的援助 其實他的武器是非常的可觀 他不但有獲得 伊朗給他的這些武器 他自己還會研發5G 我這邊說明一下他研發什麼 他把原來的這個 蘇俄時期的我們所謂飛毛腿飛彈 還有原點飛彈 他把它改裝 改裝他叫做布爾坎飛彈 他自己把它改裝成布爾坎 然後射程可以到多少 可以到1000公里遠 所以我們前兩年看到他用飛彈 去攻擊以色列 那確實做得到 但他這種飛彈 畢竟他是土製的 但是精準度是不夠 量可能也比較不夠 但是怕的就是量不夠 我們前兩天有看到一則新聞說 埃及第一次被打 是被以色列戰車打 打了一個鋼燒 被以色列戰車轟了一發 之後他在邊界地區 也遭受到飛彈的攻擊 這飛彈是誰打的 是夜門打的 夜門為什麼要打到他那邊 因為就是彈道不準 可是我特別要講 最怕就是這種東西 所以他不準 他不準來講的話他還到處打 那你可能說打到 本來是瞄準打他軍事武裝 就打到老百姓的村子裡面去 我覺得這是他們最可怕的 另外他有沒有反攻飛彈 他有 他叫什麼 叫做蘇57 也是蘇聯給他的這些飛彈 所以我們要知道 所謂的不管是真主黨 或者是南邊這一邊 夜門胡塞組織 他們這些 這些我們所謂的恐怖分子 其實我們應該叫他做 就是這個 武裝組織來講的話 已經不是以前的那種 手持AK-47那種 就是比較落後的那種形象 他現在來講他飛彈 甚至於無人機 他還有見證者無人機 所以他本來是對什麼 胡塞組織原來是要攻擊 沙烏地阿拉伯的 那現在來講的話 他這些武器可以眼見得到 他攻擊這個 以色列已經可以做到 這個距離的攻擊 雖然說他是準頭不準 雖然說量不多 但是確實對以色列 可以造成一定的威脅 這是他能夠把 MQ-9無人機擊下來 代表他有什麼 代表他有防空飛彈 這是美軍自己 或者是沙烏地阿拉伯 必須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如果一旦他有防空飛彈的話 那影響很大 用軍權這種事情 其實是殘無人道 在俄烏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們是用狗身上綁了炸彈 訓練那狗去轉到戰車裡面 然後把狗一起炸掉 把戰車摧毀 那時候在俄羅斯跟德國作戰的時候 他們為了摧毀戰 都是用這種方式 現在以色列也用這種方式 其實是不太人道的 對動物來講 真的是滿殘忍的一種手段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廣告就忙回來